有土地才能有粮食 被央视点赞的温州平阳做了哪些 12月5日 央视中国三农报道栏目播出了新闻浙江温州 集中土地打造粮食增收高地 新闻聚焦了平阳县的上林阳村 通过土地集中和加强技术投入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 窥阳镇上林阳村村里 把2500亩土地全部集中流转 还与周边8个村 共同打造了1.4万亩的石塘粮仓万亩田园 土地集中流转率98%以上 粮食粘产量突破1.33万吨 带动3000多户农户增收700万元 村里还多次对接省农科院专家 引进人上智囊团 通过统一技术指导 粮食母菌粘产量增加到了950公斤 母菌收入3200元 村里还注册了上林阳品牌 引入企业兑水稻 蔡子油等农产品进行统一收购 统一销售 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带动村里200名劳动力就业 搭上数字化营销快车之后 今年上半年上林阳村的销售额 就达到了120多万元 另外 上林阳村打了金果葡萄园 忘忧草基地等项目 打造现代农业综合体 仅今年前10个月 村里游客达15万人次 带动农产品销售750万元 别加息了 美国碰瓷冬奥的表演注定失败 近日 美国政府号称 要对北京冬奥会进行所谓的外交抵制 这种僵体运动政治化的荒唐行径 被网友评论说 简直是碰瓷是操作 其实 美国政府的官员来不来出席北京冬奥会 是否来为自己的运动员加油 是美方自己的事 估计他们心里也明明白白 他们来不来对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没啥影响 北京冬奥会就在这里 而且必将取得成功 真正荒唐的是 连冬奥邀请都没收到 美国政客就在自我炒作 并杀费苦心地编织涉浆谎言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自欺欺人 美国的政治图谋不得人心 也注定失败 不管他们怎么折腾 我们都会格局大开 把冬道主当好 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国际社会 高度认可中方筹办工作 外国运动员热切期待来华参赛 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美国运动员 对于来华比赛的各国运动员 只要赛出水平 赛出风格 中国观众都不会吝啬自己热情的掌声 奥运会是运动员的竞技场 不是政客演员作秀的剧场 什么是更高 更快 更强 更团结 为世界举办一届简约 安全 精彩的冬奥盛会 就是中国给出的最好答案 中国驻奥使馆回应 奥方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 青山遮不住 毕竟冬流去 中国驻奥大利亚使馆注意到 今日奥方宣布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 也注意到奥奥委会主席 日前公布了奥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情况 我们祝愿澳大利亚运动员在冬奥会上呈现精彩表现 相信他们将见证一届简约 安全 精彩的奥运盛会 根据奥运规则 各国正要出席奥运会 由本国奥委会发出邀请 是否邀请是由该国奥委会决定 青山遮不住 毕竟冬流去 奥方在北京冬奥会的成功取决于奥运动员的表现 不取决于奥官员是否出席 也不取决于某些奥政客的政治作秀 众所周知 中奥关系现任目前的困境 责任完全在奥方 中方再次敦促奥方采取切实措施 为推动双边关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奥方表示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 与其所谓希望改善中奥关系的公开表态 背道而驰 中方没有邀请任何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 他们来或者不来 没有人会在意